《創富激發點》 歡迎收看《創富激發點》 Ronald 今日市場的焦點 相信都離不開希臘 希臘重選國會初步已經有結果 支持緊縮方案的新民主黨和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 得到42%投票支持率 應該夠數籌組聯合政府 反緊縮政策的左派聯盟 得到27%投票支持 大概得到70個席位的國會議席 現在初步的投票結果出來了 是否代表希臘在短期內 已經可以說是避開脫離歐元區的風險 其實6月17日希臘大選 都困擾著市場 一段相當長的時間 現在當然沒有出現最壞的情況 就是反對緊縮的政黨當選 但現在問題是 現在我們見到希臘的危機 其實會出現長期化的情況 因為始終這些緊縮政策 小不免都會影響到當地民生 市民的生活 公務員 現在我們可能會見到 如果政府大刀撥斧 按歐盟要求不斷緊縮的話 其實會導致當地公務員 甚至公共事業 又可能出現示威 罷工的情況 可否新政府或新選舉後的聯盟 可否堅持緊縮政策 這就是未知之數 所以我相信整體市場 都會擔心落實這政策 究竟有沒有效 究竟最終而言 能否產生歐盟的要求 和最終結果是合乎大家的意願 即是長期都有一個人優 不如看看港股今天的表現 港股今早高開三百多點 相信反映希臘選舉的利好消息 但最後收市收窄了 恆生指數今天升193點 收報190427點 成交有479億 美市收窄的原因是甚麼 我相信好消息 通常不會只剩好消息 通常連壞消息都在一起 現在當然在歐洲方面 沒有出現最差最壞的情況 歐元解體 或者希臘出歐元區的機會 其實就大幅減少 現在不是零 現在這樣的情況出現 大家擔心歐洲加碼去量寬 或者在刺激政策方面 似乎不會那麼快出台 可能先等一等 連帶無論是美國 甚至是中國內地 相關政策都可能 基本上沒有出現最壞的情況 現在殺雞煙用牛刀 就不要搞QE3 或者其他政策署 我相信這些都會保持住 亦令到市場更清醒 看歐希臘這個問題 變成一個長期問題 同時各國的紓困政策 有可能會引一引手 這都是導致港股 臨後會比較明顯轉弱的情況 剛才你也說過 希臘這個問題 都是比較長期性 我們也說一下 中期性的經濟情況 接下來新政府 很大機會 會籌組到聯合政府 但畢竟不是大多數的政府 通過一些議案的時候 會不會都經常遇到一些阻力 因為現在你說 希臘組成這個聯合政府 都可能要透過一個兩個 甚至三個有共同 比較類似理念的政黨聯合在一起 但這些在大原則 例如你說緊縮政策 大家雖然支持 但細地方來說 是不是一步或者一致的行動 這件事是值得關注的 還有現在你見到 希臘的政治也不是那麼穩定 現在見到的所謂穩定的情況 其實我相信要長期維持 有些難度在這裡 特別我們見到 歐文對希臘的要求 是比較苛刻一些 對其他國家來說 反而是比較鬆動一些 這當然可能是因為 希臘的經濟體規模比較小一些 還有希臘的經濟 的確都是比較差一些 那可能這些要求 究竟國民接不接受呢 那這些對未來來說 都是會有變數的 這也是正正我想問你的問題 就是希臘今次這個緊縮政策 其實他的附帶條件 真是挺苛刻的 例如將會裁走 一萬五千名的公務員 將他的最低工資 就是下調兩成 還有削減三點幾億歐元的開支 但相比西班牙 之前就得到歐洲央行 就是援助的貸款 有成一千億的歐元 那個貸款的條件 其實都是相對來說 比較寬鬆一些 就是會不會說 希臘國民他們看到 為何西班牙他們可以寬鬆一些 但我們要這麼苛刻呢 其實會不會出現一個情況 就是他們會要求新政府 其實我們都要修訂我們的緊縮政策 我們都要爭取是寬鬆一些 如果真的有這樣的情況出現的時候 其實會有什麼影響呢 這個歐盟呢 其實都是 厚似薄皮的情況 西班牙的經濟規模比較大一些 而且他的土甲環的能力比較強一些 所以歐盟對他的當時的要求 或者緊縮的情況來說 就沒有好像希臘方面 那麼嚴苛的 因為如果西班牙一塌的話 我相信就是下一個意大利亞 其他的骨牌式 出現一個危機的情況 那麼希臘來講 其實那個經濟規模這麼小 其實都不是 帶得香港多少 或者這個人口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相信呢 其實如果當地的市民 覺得不公平對待 當然他們可能會示威遊行 但這個對他們來說 我覺得就未必會有一件好事 因為始終醫療問題越難解決 或者越拖越長 其實會令到希臘出現一個 半生不死的局面 那麼這個對當地來說就不是好事 對環購市場當然也不是好事 嗯